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一个缺口 然后这里一个缺口 这里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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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撞反转 对这里 不要说这里 对这里开始买人都会输 通通输 有没有 礼拜一 礼拜二 就跟你解过了 胡说八道 鬼扯 每天都胡扯 台股破前低 Q13买盘全套牢 外资买了618亿 融资64亿都沦陷 那不是证据告诉你 外资买了600多亿人还在赚 有没有 数据在这里 有没有 上礼拜二我们讲的就是这些 鬼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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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散户呢 散户完蛋了 散户外面有肉 散户外面有成功 你看到外资买啊 他对人买啊 买到有对外资在买没有 那外资买什么 他跟买什么应该还是赚钱 对不对 你傻乎的跟外资买台积电 就算台积电今天跌还在赚喔 你买这些股票他都在赚耶 可是你有没有买这些股票 没有 你买什么 通通锁定在电子股里面 那糟糕啦 那可能人家外资没赔喔 你再赔喔 可能外资人家赚钱喔 指数跌喔 人家指数是赔喔 可是个股是赚的喔 那你是指数赔 个股也赔 哇 是呀 是呀 为什么 因为你全部买电子 人家外资买二十名里面 买十一支金融股 刚才买四支电子股 刚才五支传产 电子股里面买台积电 台积电你打死不会买的好不好 你会买台积电喔 我现在跟你分析台积电你还会笑我呢 你还买 那怎么办呢 跌到这里了那怎么办 不用怎么办 听我讲完你就了解了 首先先讲苹果吧 苹果比较重要吧 这张股票叫苹果 那个上个礼拜喔 我们在谈苹果的时候 大概是在跌了啦 应该是还没跌啦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说喔 这股价最好跌下来 你不要晃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晃晃晃晃 跟这边会变成对称 你一旦在这个地方晃晃久了 你在这个地方晃久了 是不是会在这里跟对称 那这里变成一个左肩嘛 叫壁左肩嘛 那我发觉那个左撇子 真的还是聪明 写字好像不好写喔 好 这边左边嘛 那这边变成右肩嘛 左肩右肩那中间冒出来这个叫头 那这叫什么 头肩顶 头肩顶 那头肩顶是一个什么 头部的现象 它是一个反转的形态啊 那开玩笑让它盘一盘 怎么得了 那怎么办 糟糕糟糕 那怎么办呢 赶快跌啊 跌就没事啦 不是不跌比较好吗 不跌才麻烦耶 不跌 让它跌 跌下来之后呢 啵啵啵啵 跌破这一条季线 赶快利用这一条季线 因为这一条季线它是上扬的 有没有 这条季线它是上扬的 那么一条上扬的军线 它就是有支撑啊 我们平良心讲 好 什么支撑 像这个就是有支撑嘛 可是这是没支撑啊 直接灌破了 这没支撑啊 没支撑也没关系啦 因为一条上扬的军线 你骨架离它太远 会变成什么 会不会 会变成复乖离啊 复乖离 那复乖离过大之后 它就会产生修正嘛 那复乖离的修正就是往上涨 正乖离的修正就是往下跌 比如说这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也可以称之为正乖离的修正 因为太远了嘛 正乖离的修正 可是这个并不是正乖离的修正 主要是量价备离啊 量价备离啊 备离啊 备离掉了嘛 高档量都不见了嘛 好 所以当复乖离过大的时候 季线在上面 骨架在下面 这就产生了一个复乖离 然后这条线是向上 欸 向下的就不一定了喔 那如果这条金线是往下 那就没有什么复乖离了 你不要开玩笑呢 好 那复乖离过大之后 它会产生坛生 产生坛生 好 好 接下来有人开始问我 欸 复乖离是要复那当时 复乖离是要复那当时 复乖那天啊小德 我哪知道啦 連三太子都不知道 你怎么复乖离要多少 再要几趴这谁知道啊 你讲那个好笑的话 你没人知道啦 他自己会走出来啊 真的假的 他自己就走出来了 拉出一个带亮 有沒有 带亮的下影线 带亮的一个下影线 这一根下影线呢 我们称之为初步的一个止跌讯号 也就是这一波的拉回到这里 应该是初步完成了 那么隔天往上开 然后搜红线 大概已经确认了 止跌信号出现 那你会说 欸 这一根黄线没量 算不知道 算不知道 这一根黄线流量就奇怪了 这一根黄线流量 代表 这个买短线的人 短线在这里敢买的人 在上面在 在怎样在卖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多量 这一根下影线买的人 看到上来在卖 那就麻烦了 而筹码就不稳定了 所以这一根红线不能有量 但是接下来如果要再涨的话 要再涨的话 量能潮要慢慢滚出来 量能潮慢慢滚出来之后 这个就不是糕点之所在了 所以苹果呢 的一个下跌 你说是危机吗 这个跌是跌得不好吗 跌才好 有时候真的跌才好 跌它化解了做头的危机 这跌有什么不好 跌有什么不好 你不跌才麻烦 所以跌 对苹果来讲 跌 对它反而好 台北股市呢 好啦 怎么会不好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 我得到这里 你又说这样 你大家都在说这样 跌了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 第一个 指数下跌 第一个好 把真理的时间把它缩短 听清楚 指数下跌 把整理的时间缩短了 就时间 你不用让那个时间在那边折磨 你要让大家折磨 折磨那么久没有用 你要让它折磨不用 赶快跌 赶快跌 盘在 越盘越糟糕了 盘越久越麻烦了 跌最好 好 那可是最近我一直在跟你讲说 这个价都一点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量 来来来 老婆这太重要了 今天跌 有什么不好 量人潮没有萎缩 没有继续在扩大之中 量人潮继续在扩大之中 量人潮在扩大代表人气就没有退炒 那人气没有退炒呢 这个都是假的啦 既然人气没有退炒 这个价跌呢 这都不用悲观 这假的啦 这两三天就起来了 不用怕啦 因为量有增加 既然量有增加 就是积极进取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量 我们管它这个 这个什么 跌到哪 跌到这里都一样 如果跌到这里 就算没有量都不能买 懂不懂 好 有量就是好事 量人潮扩增就是好事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等一下举个股来看 礼拜五的行情会不错 礼拜五最好量再增加 比今天八百一十七再增 哦 那如果要摆到 下礼拜就不错了 下礼拜就不错了 好 指数没什么大问题 指数有什么大问题 指数有问题 就麻烦了 指数有什么问题 来 我的策略是这个 先金融后电子 那我一直跟你讲说 先求稳再求好 先求稳再求好 我一直在说这样 我才说很久了 先求稳再求好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给你听 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 金融风暴之前 我们所谓台湾的李砖 李砖就是要面对很多有钱的客户 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 他们在追寻高报酬 所以你建议他的东西 如果获利绩效不是 获利绩效不是很好的 他不会采用 所以都要追求高报酬 高报酬 他都需要高报酬 然后金融风暴下来之后 他们还了解说 原来高报酬都伴随了高风险 他们了解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财富正发掉了 那在金融风暴之后 所有的客户都要求什么 要求稳 要求稳 什么叫稳 他说你帮我找一些保本的 甚至我付一点点的费用 可以保住我的资产 这个我都愿意接受 所以现在他们投资的标的 都叫做稳 他们不再追求高获利 高报酬了 不再追求这个 这些有钱人 他们在保护他们的财产 好 如果说你今天进到股市里面 你今天进到股市里面 你一直追求得高报酬 你就不是稳 你就不是稳 那你不是稳的时候 你的财富波动的速度会很快 那波动的速度很快的话 你不要跟我说 那个跌你不会怕 你不要跟我说 那宏达店两个跌铁 还打电话去谢谢你 你不要说 你不怕 你骗死了 你不怕 你拖好子就是怕 你为什么白股票 买那个波动那么大的 因为那不够稳 不够稳 不够稳 所以你还在2000 你的观念还停留在2008年之前那种观念 那真正的 人家大户 人家稳定了 那最有什么 稳 什么最稳 今天跌啊 金融今天是跌 但是会跌到那里 你说会紧张会怕吗 会不会 这不就得了吗 所以我的策略要告诉你 一定要先金融后电子 先求稳再求好 当然啦 你今天报酬率要高 你电子股没有上来 你是没有用的 金融股是让你稳稳的赚 那你要等待电子股会涨的时候 你再进来买嘛 不是 对吧 好 所以我告诉你事实证明 就是稳健之后再来求好 那现在金融股已经OK了 布局完成了 而且你在赚钱 都脱离你的成本了 那接下来 你要把你的重点放在电子股 那电子股呢 我们重心就放在高价位的电子股 等一下我们专门来解 这些高价位的电子股 好不好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帮大家分析 建设汇聚 三节交汇 国际读星 远雄U Park 全国第一 三能建筑示范城市 远雄二代宅 只做第一 更是唯一 手机直播55120 来电预约 远雄二代宅 好理五选一 过去生前正月一直不出声 只因为我们信奉口碑 不喜欢夸大不时的广告声传 但是我们十分替您心急 因为操作的困难度不断向上提升 而您的财富却不停地向下降 您可以拒绝当一个无奈的投资人 每天看着您的财富流水般不断充施 但您却无力反抗 解放您投资的旧思维 灵活您的投资操作 让深层战略精准的研判 精确的卡位 帮助您精湛的获利 德国Mina 独立式蒸污 同时蒸煮三道料理 绝不混味 健康加倍 百货周年庆时时中 德国Mina 总代理嘉义企业 水秀山林 虎运金辉 美好江苏 人杰地灵 有力和G-Plus葡萄糖来艺 添加MSM 配方升级 加量不加价 台北当代设计家具精品站 十月十二高食物 就在世贸衣冠 挑战我不怕 痘痘也难不倒我 卡尼尔终极脂豆洗面乳 谈高效水洋酸 深层抗豆 延续初期 终结六大豆豆问题 来挑战吧 卡尼尔终极脂豆洗面乳 新上市 真好 不用说出口 救人懂我 懂我的身形 懂我的压力 懂我的喜好 Johnson按摩椅 随身形自动调整 全身包覆 局部加强 跟我自己一样了解我 Johnson 乔山 顶级按摩椅 买味 乔山健康科技 Johnson 抒压 热上加力 按摩一次到位 Johnson 买味热疗系按摩椅 全新上市 Super CR-B 10月19 全新登场 好 欢迎回来生前战略 排面上观察方向 我们继续来请教余世青副总 好 那么刚用苹果的例子跟你讲 蝶没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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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你不要跟我讲说 我听余世青讲说蝶没有什么不好 那以后在空头的时候蝶没有什么不好 不不不 我说有时候 像苹果的例子蝶就很好了 那台湾有没有例子说蝶很好 这个蝶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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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不好 你不是每天在那边想说 我成本离你那么远 你现在叫我进去买金融 你不就在叫我帮你抬价 千万你不要这么想 想法不要再瞎爱 来啦 这金融 这个跌下来 这可能是买到 人家说这是怎么买到 我们讲过量价不会同时到点 量价不会同时到点 来 这一波最大量在这里 最高点在这里 所以这个点它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所以接下来在往上过的时候 就要离它越远越好 你知道吗 离它越远越好 所以这个增添你那个 那个布局的动能 我在想今天那个 外资 外资 我希望他也 外资也在恐慌 我希望他恐慌一点 因为他恐慌的时候 会把这个卖掉嘛 对不对 那卖掉的时候 你自己去接就好 其实这个盘 赚最多的也不是外资 当然也不是我们散户 这一次的盘 赚最多的应该是在 四大基金 四大基金都是在跌的时候买 在涨的时候卖 所以它都区间 所以造成这个盘你看 盘来盘去 其实这个都是四大基金之所为 所以外资在买 他就在盗 他拼命盗 外资买 他就拼命盗 外资在卖 他就有个天天接 从这里就开始接了 从这里跌下来就开始接 那我想今天一定肯定大买 那今天外资肯定大买 好 那什么时候能够扶摇直上 直上今天 就是说这些四大基金 低胆买它是没有问题的 它口袋深得很 他继续买 好 假设 他跌下来的时候买一百亿 我假设 可是上去理论上到这里的时候 他应该会把它卖掉 甚至于过这个高点的时候 应该这一百亿要全部卖掉 或者卖光了 或者卖光了 那如果说在过高的过程里面 他一百亿才卖了十亿 才卖了二十亿 那这是不得了 就是说政府今天不要扯后腿就好 否则这市场交给我们市场就好 这市场又不是外资讲了算 不是他讲了算 外资买超最多的是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跌 好 跌我们先讲它为什么会跌 好不好 我们先讲它为什么会跌 好 那么这个高点呢 它的量能吵在这个地方 它的量能吵在这个地方 好 过高之后呢 在这里还有量 还有量这OK 还有不量这OK 可是到最后面这一段 过了这个高点之后呢 过了这一段之后 哇 各位同志们 看到量不见了 量不见了 量不见了 这个过高就是所谓的背离 这个过高就是所谓的量价背离 背离就是要修正 就是要修正 股票涨多就是会修正 那股票涨到哪时候才会修正 涨到量价背离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修正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 这个台积链的起跌 它属于合理的修正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量价背离 然后下沙 然后这个下沙就取到量 因为它起跌 因为它起跌所以会取到量 大盘一样啊 也是因为今天起跌才取得到量 好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呢 它是已经取到量了 取到量它拉出红线了 对不对 那红线 这已经初步的止跌区 它已经出现 这比苹果那根线还强 台积链比苹果更强 这一枝还强 台积链这一枝还强 台积链已经红了 K线已经红了 所以因此呢 台积链明天原则上 应该不至于太差 台积链不会太差 搞不好明天台积链要涨了 那照时候你就跌破远近了 台积链涨只是会跌 知道吗 好 这是好事 好 那现在来看喔 各位同志们你印证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涨的时候都慢慢涨 你记不记得 慢慢涨慢慢涨 慢慢涨 跌了很快 这叫缓涨集链 缓涨集链 缓涨集链 这不就是多头的特色吗 那不是多头的特色 是不是 对了 集涨缓跌 跌得你不知不觉 让你一套再套 形成连环套 这就是空头的走势 那多头的走势 一定是缓涨集链嘛 那集链要站在买方嘛 OK喔 这没问题喔 来 九价链今天要买一个 其实拜日就会买一个 三六七三 这今天也热喔 这有礼拜四进去 今天跌四块 不过 我想我应该还在赚钱 我想我还在赚钱 你看 我买了礼拜二 礼拜二的下眼线 我买了礼拜二的下眼线 今天在这里 他是重测下眼线 他无仿啦 我量缩掉 量缩掉了 那这跟苹果的意思 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这种股票 明天应该机会不错 还有这一档股票 也是礼拜二出买训 大力光 这是礼拜二出买训的啦 最主要就是说 人家大量有交代过了 这个带量下跌 这个有交代过了 所以他破了这个底之后 有没有产生背离了 所以产生背离之后 等他稳了之后 他自然可以买 所以你看这一种股票 为什么我还不建议你去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大量还没跌破 卖工跌破啦 303还没测试过啦 所以你看最近你看看 联发哥好像很强 强什么 强什么 没有用啦 好 接下来要重头戏要注意了 可以买的应该在礼拜二 礼拜四都有买训出现了 那TPK啦 大力光青都一样 都有买训出现了 那不可以买的 我今天早上举了三档股票 不可以买的 二十七四可乘 二十九八红达电 跟二十五是联发哥 联发哥主要是还没跌 好 那现在来看看这一档 今天是第二根了嘛 第二根跌停了 第二根跌停了 好 这之前我就讲过 他上来这个地方 就是要跟这个地方做对称 这个地方一定要跟这个地方做对称 那你涨的太多 你当然跌的会比较深啊 这还用说 那如果说你今天买了这一堆的话 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啦 但是问题你都是买了这一堆嘛 我看量是集中在这里耶 我看量是集中在高档耶 那高档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看 这根大量出现的时候 后面在追的时候 量就跟不上了嘛 那所以这个背里的修正 这无可避免啊 这一定会的嘛 那怎么还在303块跟你讲这个股票还要继续涨呢 这就不对了嘛 所以让他修正一下反而好 可是在修正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缓缓下跌而已啦 他没有缓缓下跌而已啦 你看这个大量 这根大量是不是也跌破了 有没有 有没有 这跟大力光那个大量不是一样吗 所以我说那个联发科为什么不能买 就是要等这个大量的车试看看嘛 这个没有车试都不安全嘛 那这一档股票呢 来喔 有的人就听一下啦 宏达店啦 如果明天开跌停 如果开跌停 那就不用恐慌了啦 第三根了可以了啦 现在就是怕他不开跌停 就是说 有可能搞不好还会开高 也不一定喔 反正你不管 就是他开盘之后 他开盘之后 他会再往下打 他会再往下打 那打了之后呢 他就会往上攻 明天很多电子股都会这样子 所以你的设定明天就是开盘点以下 开盘点以下啦 你不一定 那么强会买到低点啦 但你不要买到开盘点之上啦 有一个开盘点之下 除非他就开跌停啦 他开跌停 你有的人就进去买了啦 三根跌停了啦 不是红达店叫倒影啊 你奇怪耶 这都没保守 这都没保守 量价百里都没保守 等下你保守 要成金耶 有这么跌 你的风险就降低了嘛 那不是 来 还有一档 这我说不能买的 明天你开始注意了喔 好来 这也注意了喔 明天要注意了喔 要穿穿的喔 好 这个大量呢 已经出现了低点来交代了 而且今天已经怎样 小红K了 小红K出现了 那小红K代表什么 穩啦 如果今天K店幅度很长 我们叫做不穩 那我们需要什么 价穩量缩的时候 我们才进去买嘛 对不对 这些价穩量缩 有这个现象啊 最好明天再缩一点啦 最好更缩啦 所以接下来呢 像这种可乘 别人再 说不行的话 那你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啦 就是说 现在身家 联发哥还要再看 还要再看 那几点的 宏达店明天就率先出现买讯了啦 那可乘你可能 你可能 也可以明天啦 也可以后天 你可以缓一点也没关系啦 你最主要就是看他 有沒有价穩量缩继续啦 所以明天的重点呢 集中股市不用讲喔 这都没来说过喔 马材重点就会加到这而已 这两个啦 OK 马材几手 变变了啦 这个两个如果OK的话 那明天的大盘指数 你都不用悲观 所以今天跌下来 是这个的买点 跟部分这个的买点 那明天会出现 另外一部分高价股的买点 请你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不好 好 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远熊左岸 启动五万七千坪水岸造震 荣获全球第一苗窑区 创新卓越智慧城市 远熊左岸 水岸好底花园城堡 远熊二代宅 只做第一更是唯一 手机直播五五一二零 来电预约远熊二代宅 好里五选一 过去生前政略一直不出声 只因为我们信奉口碑 不喜欢夸大不时的广告声传 但是我们十分替您心急 因为操作的困难度不断向上提升 而您的财富却不停地向下沉沦 您可以拒绝当一个无奈的投资人 每天看着您的财富流水般不断充施 但您却无力反抗 解放您投资的旧思维 灵活您的投资操作 让深层战略精准的研判 精确的卡位 帮助您精湛的获利 Toyota触动奇迹 Yaris Vios都会特试车 现在免费升级触控式3D导航 直觉操控 智慧驾驶更享乐趣 再想抬头显示导航机 还可以连接3D导航哦 活动至本月地址限量入主 Rubble同享免费升级 影音进化尽情把握 汤顺品比较 牛力活活力价1185 限时限量先购先赢 Give me 5 Give me iPhone 5 现在杀联邦卡 每笔688 就有机会证iPhone 5 还有签单中8 最高回馈100% 更多好客上目搜寻 联邦银行 海北当代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